3月17日下午,两岸学者面对面学术活动启动仪式在厦门大学开幕 这是疫情后,两岸学者首次进行线下交流活动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教授 台湾成功大学陈奕元教授等出席此次活动 就闽台历史人群研究、罗汉角、唐山妈、班兵及其他这一主题进行深度交流讨论 本次活动旨在促进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,推动恢复两岸学界正常交流 台湾成功大学陈奕元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 海峡两岸学者能够面对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无论如何我们面对历史都应该加以尊重 应该力求用客观的方式、客观的态度去认识这些历史人群 讨论结束后,两位教授互赠礼物 并表示希望两岸学者能经常见面、进行学术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